诶 这怎么有小孩子的孤生啊 这么人那天 谁家的孩子啊 谁家的孩子啊 哎 这也没人啊 看这孩子动的 我先把他抱回家吧 哦 到家了啊 别吃别吃 长得真可爱 诶 那怎么有福气啊 孩子啊 是爸对不起你 你妈在生你的时候大出血没能保住 我也是一个残疾人 爸爸真的没能力抚养你 只能把你丢了 让好心人收养你 孩子啊 希望你长大以后不要恨爸爸 好心人 我希望你捡到孩子的那一刻 你要好好对他 不能让他吃苦 感觉这一辈子他已经够苦了 你一定要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谢谢好心人 希望他长大以后不要告诉他 他是捡来的 我也不希望他心里有任何孕影 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 哎 这孩子 今天怎么这么苦啊 好可怜啊 孩子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的 等你哥哥放学回来 知道自己多了一个妹妹 肯定会很开心的 妈 妈 妈 你们俩都回来了 快坐 闺女 想妈没啊 肯定想啊 出去了那么久 这刚回来 你们两个冷吗 不冷 哦 妈 我这大学都毕业了 我想回来跟你们商量商量我工作的事 工作的事情 那你说吧 我和哥哥商量着 我想去北京那边工作 我不想在这里 那么远啊 女儿 你能不能在这附近找份工作啊 我不想在这找 我想去大城市喘一喘 女儿 你走那么远 妈要是想你的怎么办 你看哥哥他也在老家这里 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好的工作 北京多好啊 你看我们市里这两年发展的也很好的 妈 我长大了 我想自己做主了 那行吧 妈想问你一个问题 要不然还是问你哥哥先吧 妈 你说 你喜不喜欢你妹妹啊 当然喜欢呀 她是我妹妹 我不喜欢她喜欢谁啊 那女儿呢 你喜不喜欢你哥哥呀 我当然喜欢啊 她是我哥哥 我肯定喜欢我哥哥 妈 你这问的是什么话啊 那好 那就好 妈 怎么了 怎么神神秘秘的 对啊 妈 你看你问的什么问题啊 莫名其妙的 妈有一个想法 妈 你说 你看你们两个都有出息了 妈想让你们结婚 妈 结婚是肯定要结婚的 但是也要遇到对的人 是不是啊 是啊妈 你看你那么着急 我这刚毕业你就催我们结婚结婚的 你那么着急干嘛 是啊 我的事业还没成功呢 是啊 我这工作还没找到呢 你们两个还能明白妈的意思吗 妈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妈是想让你们两个结婚 什么 妈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妈没有搞错 妈怎么糊涂呢 没有糊涂 妈 你说什么呢 我们可是亲兄妹啊 亲兄妹是不可以结婚的 今天就死吧告诉你们吧 你妹妹啊 是妈捡来的 妈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怎么可能是你捡来的呢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才不相信 真的 妈在你五岁的时候 有一天出去买菜 在路边听那小孩的哭声 我就把她抱开来了 你妹妹是姐来的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亲兄妹 妈 这是真的吗 妈 你可不能骗我啊 是真的孩子 妈寒心如苦的把你们两个养大 小的时候你总是爱哭 都是你哥哥在旁边哄着你抱着你 妈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在一起 你看你们两个这也大学毕业了 而且你妹妹也是妈一手带大的 她也非常懂事天话 你要是娶了她 妈也放心了 妈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妈 这 老子 你还犹豫什么呢 老子 你们两个又不是亲兄妹 可以结婚的 这房邻居他们都知道 行了 妈 这件事情 等以后再做好不好 那行 那女儿你呢 妈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都听你的 你把我养大也不容易 我从小就没有爸妈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没了 我这条命都是你的 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那整事太好了 你们两个都先坐着 妈就给你们坐上去 好 慢点 妈 没事 妹妹 你说妈怎么突然跟我们说这个 是啊 这么突然 我也没想到我是妈捡来的孩子 是啊 你看你是妈捡来的孩子 你看妈对你多好 就像亲生的一样 是啊 对了 咱妈说咱俩结婚的事 你是怎么想的 要不然 我都听妈的 你呢 我也听妈的 我这条命都是妈给的 该听妈的 走 我们帮妈一起去做饭去吧 走吧 慢点 小雅 前面就到我家了 小雅 这就是我家 这就是你家 对 进去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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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我妈应该去地里干活了 要不 你先在这里坐一下吧 我去找一下哈 去吧 嗯 妈 你看你又在这干活 你看你身上穿的 等一下被我女朋友看见了 她会嫌弃的 女朋友 你当女朋友回来了呀 是啊妈 我这次回来 是有事跟你说的 什么事啊 我打算结婚了 你在城里给我买套房吧 买套房 到城里买套房 那得到好几十万了 妈现在没那么多钱 那我不管 你要是想看到我结婚的话 那你就自己想想办法吧 那这样吧 先把家里的老房子修一修 先住老房子 可以吧 现在的女孩子 谁结婚不要新房啊 再说了 你这老房子这么破 你这让我跟小雅怎么住啊 那也没什么本事 怎么还没来呀 这些年你爸走后 我就靠种点菜 挣点钱 都给你读书了 我也没存什么钱 反正这房子是买定了 别人结婚 这爸妈又是买车又是买房的 我这车子就不要你买了 这房啊 是最基本的 大妈想想办法吧 你倒是去借啊 反正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要是低身下气一点的 别人也会借给你啊 小海 阿姨好 哎 你也好 小雅 你怎么来了 哎 这里都脏死了 你快回去 小海 你刚刚跟阿姨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阿姨 辛辛苦苦把你一个人带大 供你上完大学 你不但不懂得感恩 反而对阿姨说成这种话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孝心都没有的话 我还指望你给我幸福吗 我还敢把自己终身托付给你吗 小雅 你听我解释啊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啊 我想让你过得更好 为了我 还有 我告诉你 不是所有的女孩都那么现实 没房 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慢慢买 结婚 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好的房子 而是房子里那个人 阿姨 我先走了 小雅 妈 都怪你 小雅 阿姨 阿姨 阿姨